大家好,我是Tim哥 有沒有看到 Samsung Galaxy 4 已經正式登場了 那到底折疊機有哪些亮點 好,在看之前呢 記得按讚、分享 把訂閱打開 3、2、1 開始 首先,讓我們解鎖 我只需要放在旁邊的想法 我已經準備好了 真的很快 我們有所有的想法 這裡的訊息 這裡的訊息 這裡的電郵 這裡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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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在做的訊息 但這裡的訊息 這裡的訊息 我可以拍攝 然後看著大圈的圖片 在大圈上 超級大圈的表現 超級大圈的 超級大圈 這裡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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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得到 這裡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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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稱為 另一個訊息 這裡的訊息 這裡的訊息 從何人物語 所以你覺得到底折疊機的重點是什麼 好 我覺得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它的電力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它是兩個獨立電池 再來第二個部分是它APP 因為它APP有內建一個連續層次的關係 也就是說你今天不會有中斷的問題 再來就是你展開後 它可以同時開啟三個APP 也就因為 互鎖齒輪腳墊的這個技術 所以它展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沒有任何空隙 那展開後 其實它展開的上面還有兩顆鏡頭 所以老婆算數 這樣加起來共幾顆鏡頭 我用猜的好了 6顆 對 沒錯 6顆 4.6吋 合起來4.6吋上面一顆 背後有三顆 展開以後 裡面前置鏡頭又有兩顆 所以加起來有6顆鏡頭 那最後當然講到價格 這個價格是 感覺就超貴 老婆一千九百八 一千九百八塊兩千塊美金 等於多少 台幣6萬吧 好 就是6萬 那我有一個疑問 既然它打開已經像一個小平板了 那我想知道它電力的表現是如何 它的電力表現 它是有兩顆獨立電池 加起來一共有4380的毫安時的電量 也就是說你今天用一整天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尤其是你那麼喜歡追劇 超棒的啊 一樣它有那一件AKG的雙喇叭 而且它是用高通855的處理器 然後它RAM有12G的RAM 然後儲存空間5比12G 他們就是為了我追劇而生啊 所以其實你這台拿來打GAME 效能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用高通855的處理器 也就是說它也支援到5G 可是這樣算起來 它的那個價錢 大概是人家說大概是6萬 6萬左右 可是你想想看你買一隻手機 再買一個平板 其實也差不多是這個價錢吧 是差不多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 如果某皮革的話 它最高貴一台要51200 那我蘋果牌可以講水果嗎 水果牌 哈哈哈哈 也是51200 所以它大概6萬 好像感覺起來就沒那麼貴了 對不對 就是會比較擔心的 我覺得消費者會比較擔心它的保護上的問題 而且它現場其實還有公佈說 你這個Ford的這個折疊機的顏色 它有四款顏色 你可以自己去組合搭配 它只有帶到這裡 但詳細的可能要等它之後 後續再來做公佈 4月26號正式上市 哈哈哈哈 大家如果有買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Tim哥 好 我們下個小時 我們下一個更新的 我也要請看 我們下一個 我們下一個 這個 快點 我們下一個 再一個 10 我們下一個